县府农业处举办的 长辈绿色疗愈活动 共有四场 日前在双鲤社区活动中心 举行第三场 由智山文化关怀协会协助 议员林毅如也到场与长辈同乐 并在制作过程中 关心装备 适时提供帮助 他期望未来 农业处能在更多乡镇 推广类似活动 主导老师表示 为了让长辈更容易参与 先将陶制卦式 烧制完成 再让他们进行彩绘 创作个人风格的陶式钥匙圈 长辈们都乐在其中 并打算将钥匙圈挂在水生包 活动不仅让长辈动手实作 还有助于预防失智 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我们今天举办的是 陶瓷钥匙圈彩绘活动 然后藉由简单的上色 让他们进行配色的练习 还有提升他们手指的灵活度 然后做成的小成品 可以挂在自己喜欢的地方 非常可爱 今天就是有一些老师 来要带长者来体验一下 植栽的制作 就是一些 还有一些吊饰 然后长辈会非常喜欢 这些活动 因为然后让他们动动手 然后也发挥一些创意 那我们非常感谢林一如议员 为我们长者带来这些 DIY的活动 在完成陶瓷钥匙圈之后 活动还安排了指摘DIY 让专辈透过亲手种植过程 进一步交流互动 不仅让他们学习新知识 和技巧 还镇进了彼此之间的情感交流 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记者广聪明 明镜将采访报导